你说什么 李云霄浑身俱颤 惊吼道 你刚才说什么 命可月平静地 一次次重复了一遍 难道你不想让慕容竹 活过来吗 你在讲什么笑话 可月 你真的是中了龟虚的毒了 李云霄怒笑道 人死岂能复生 命可月 微微一笑抬起手来 随手一挥 一道光芒击落下去 轰的一声将远处一个山头炸的粉碎 李云霄冷冷地看着他不明所以 命可月道 在一个普通凡人的眼里 你跟他说一拳就能击碎山峰 他会相信吗 李云霄眸子一缩 冷冷地说道 那你想说什么 宁可月道 以凡人的见识 自然认为是不可能的 同样 以你的见识 自然也认为 人死是不能复生的 李云霄怒斥道 放屁 人死 本就不可以复生 从古至今 从未有过记载 甚至连传说都没有 宁可月笑道 那些真正的隐秘之事 怎么可能记载在史册里 那你可见史册里记载过 真龙身影吗 李云霄沉吟了一下 便说道 你修想蛊惑啊 真龙身影 乃是天人武衰之相 此外 遇到同级别的强者 也有可能不敌 这些都是正常的 我修炼了四大神诀 对天武界的 戒力规则领悟 并不比你差多少 根本不可能 存在人死复生的情况 可月 你醒醒吧 戒力规则 宁可月突然笑了 眨眼道 但若是超越了 戒力规则呢 什么 什么叫超越了戒力规则 李云霄心中震惊 隐约之间 似乎捕捉到了什么关键 宁可月 宁神说道 井蛙不可育于海 那是因为受到了井口 这个规则的限制 夏虫不可以育冰雪 那是因为受到了夏天 这个规则的限制 同样 现在的你 便是受到了天舞界 这个规则的限制 这番话 犹如蹄虎灌顶 直接震得李云霄心神激荡 即便是天舞界 海皇殿之人 还有爱 也是一脸呆滞 似乎听到了什么 了不得的东西 超越规则 李云霄喃喃自语 突然想起魔和古神 正是因为超越了一界规则 这才被天舞界的规则之力所毁 因为戒力已经容不下他了 爱 梦然喝道 云霄 千万别上他的当 即便真的有超越规则之事存在 那也不代表他能够将死人复活 宁可越岛 的确不代表 但我只是看见了更高的山峰 并且朝之前行而已 至于你们 眼界还低得很呢 如何能够理解这宇宙的伟大 李云霄 难道你不想往前方看吗 哪怕是一丝的机会 可以让慕容竹复活 你不想要吗 李云霄心神俱颤 满头都是冷汗 他抬眼望见慕容竹的模样 却是天丝的冷笑和讥讽 顿时心如刀角 若真的有一丝令慕容竹复活的希望 他必然会不顾一切的去做 但真的有吗 这个问题 没有人可以回答他 就像是一个石子 不断沉入无边黑暗 没有任何回应 宁可月 不好 波木惊呼道 快去阻止他们 李云霄中招了 廖家兄弟一惊顿时飞冲而起 但一声巨吼传来 一直未曾动弹的慌 猛的一拳击出 轰隆隆的打破无尽虚空 恐怖的气浪 轰在两兄弟身上 将他们震开 两兄弟被这一拳击中 直接喷出血来 廖新城听到 怎么会这么强 波木脸色异常难看 这摇晃 怕是已经达到须极尽的巅峰了 须极尽巅峰 廖家兄弟满脸苦涩 而爱则是悲愤不已 慌的力量还在不断提升 怕是很快就要冲入造化境了 如此一来 几乎是必死无疑了 天思黑黑宁笑了一下 这腰黄还不错 死前还能发挥一点余热 希望别这么早 就被吴的力量撑爆才是 宁可月 看了慌一眼 他与吴本就是宿主关系 加上妖族的肉身强横 还能再支撑片刻的 我们也抓紧时间吧 若是这妖黄炸了 那些喽啰又来捣蛋 就麻烦了 天思应了一声 脸色就变得凝重起来 站在长空上 单手掐绝 尽力不动 宁可月也是做出同样的动作 只不过绝印不同 李云霄脸上满是猙獰 那月瞳突了出来 占据他半壁脸孔 也一步步走上前 掐出一道古怪的绝印 三人同时掐绝 手中硬力 顿时散发出红光 紧密联合在一起 凝成一道巨大的红芒 将它们全部围入其内 很快 那红光就像是黎明前的一抹晨光 在整个巨大的黑暗空间里绽放 穿透层层时空 宁可月的身后 缓缓浮现出龟须的影子 一只巨大的血眸 升上半空 眸子当中有上万符纹 凌乱地闪烁其中 望向那无知深处 刹那间 从三人结印的中央 一道巨大的红色光柱 冲天而起 直接射入暗夜 瞬息万里 这到底是什么仪式啊 爱惊恐地望着那红芒 感受到恐怖的力量 浩瀚如海 一层层的波动荡漾开来 令他心神激荡 即便拥有束神之光 也难挡那红芒的波动冲击 心中一阵汹涌澎湃 快退 廖家兄弟也发现了异常 急忙带着顾清清 莫 还有其他之人往后飞退 直至数百里外 才从那恐怖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 感觉到略微的轻松 但是 每个人的内心 都是无比的压抑 云霄哥哥 你们快去救云霄哥哥呀 水仙哭得离花待雨 泣不成声 众人皆是羞愤地低下头来 谁也不敢接他的话 倒不是说 他们有多怕死 而是这个时候冲上去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波龙 沉深说道 水仙 不要胡闹 现在只能静观其变 等待机会就离云霄 水仙哭道 都飞了几百里远 还怎么等机会 就算出现了机会 也来不及呀 波龙愣了一下 这话说的还真没错 他也无法反驳 端木有欲掐指一算 水仙放心 李云霄 他有惊无险 真的 水仙这才放下心来 他对端木有欲的推算 还是非常信任 端木苍 转过头来 古怪的看了端木有欲一眼 似乎在询问 端木有欲 微微摇头 轻叹一声 顿时 两人脸上露出忧色 他的确是想推算出 李云霄的命运 和这仪式的结果 可李云霄的命运 与天道相连 而仪式的力量之强 也远非他能窥视 刚才所言 不过是安慰水仙的话罢了 也只有水仙会相信 其余之人都看出了 端木有欲的担忧 波木道 大家都赶紧疗伤 等会儿也许还有苦战 古清清和墨 让我来看看他们的情况 你们谁能够联系到天舞盟 让他们赶紧 多派一些强者过来吧 否则我担心李云霄 后面的话没说完 但谁都听得出来 若是仪式召唤完 李云霄也就失去作用了 端木有欲惊道 波木大人言之有理 我现在就立即联系 阎武成林木狄大人 波木点了点头 开始查看顾清清和墨来 两个人依然被红芒罩住 脸上露出古怪的神色 就像是很痛心的样子 波木皱起眉来 开始施展神觉 一片金光落下 如暖阳一般 散在两人的身上 慢慢地渗入红芒当中 太阳真觉 曾经让他从魔性当中解脱出来 对于艺术都有一定的效果 虽然未能完全驱逐两人身上的红光 但顾清清和墨的脸色 开始变得平和起来 没有了之前的痛苦 这幻术很邪 还是让我看看吧 在不远处的艾走上前来 毛遂自荐主动提出 波木大喜 有先生帮忙 那是最好不过了 艾满腹担忧 常叹道 我尽力而为吧 规须的幻术太强了 怕是举世无双 波木点头道 只要尽力便可 艾点了点头 目光落在两人身上 满是复杂之色 艺人是三千年前 将妖皇封印 使得妖族从此一蹶不振 在新月幻境 苟延残喘了三千年 艺人则是当年妖皇之后 也是如今除了荒之外的 妖族第一强者 而以如今的状态来看 荒多半是要陨落了 那么将来振兴妖族之事 也许还要落在此人身上 艾的心中叹息了数声 目光不由地微微一转 瞥向那鸿芒所在之处 在新月幻境的地牢中 还有一位绝世的大妖强者 原本也是天运造化在身 可惜最终输了一筹 被荒废了修为后 关在地牢内 如今新月幻境被毁 多半也是死了 爱的脑海中浮现出伤的身影 也是心中叹息 原本三位大妖强者 若是能够联手的话 妖族复兴指日可待 如今却只剩下眼前这一位了 而且还昏迷不醒 她当即排除脑海中的杂念 开始专心检查起 墨和顾清清的状态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门 下方